洛根这番话之后 也不由有一些意外 就在刚才 洛根还跟他说 要瞒住安妮 这怎么又 让卡尔文给安妮打电话了呢 这两者并不冲突啊 你放心吧 我自由打算 洛根冲武姿满怀信心地笑了笑 接着凑到卡尔文的耳边 低声地说了 给安妮打 好 好 卡尔文连连点头 他不敢又丝毫地违逆 等回到病房之后 洛根便按照先前和武姿 所商讨的那样 告诉了阿卜勒 安妮暂时被淋雨给扣住 想回来却回不来 何家荣 又是这个何家荣 阿卜勒听完洛根讲述之后 气得浑身大颤 心中对淋雨的憎恨 越发深厚了 洛根却是冲着阿卜勒 笑了笑说道 放心吧 阿卜勒先生 像他这种恶人呢 早晚会下地狱的 不过 虽然安妮会不来 但是他会把 研制出的这种 新型妖物的妖性 告诉安德烈博士 后期安德烈博士 会根据安妮给的信息 全心全力地 医治萨拉娜 不过 到底能不能奸效 也不敢确定 现在我们能做的 只有七刀了 多谢洛根先生 多谢武姿会长 让你们费心了 阿卜勒文生 感动不已 他恭恭敬敬地 给武姿和洛根 鞠了一躬 洛根笑得灿烂无比 满脸得意地 冲武姿条条眼 心中 不又暗暗松了口气 这件事 算是糊弄过去了 接下来 安德烈便按照 洛根的授意 对萨拉娜 进行了第二轮的治疗 虽然安德烈 明知道 这不过是在无用之功 但是 他还是把这无用功 做得像模像样的 米国时间第二天的晚上 卡尔文 按时来到了 洛根的办公室 看到并排坐在 沙发上的 武姿和洛根 神情微微有一些紧张 随后 在洛根的事意下 他拨通了 大洋彼岸 安妮的电话 此时正值华夏时间的 上午十点 安妮和林宇 正在军区总院内 拿着玫瑰最新的 头部CT 做着研究 经过这段时间的疗养 在长生口服液的作用下 玫瑰的脑部神经损伤 正在慢慢地跃合 情况呢 也是越来越好 但是让人费解的是 玫瑰却是没有任何 苏醒的迹象 一丝一毫都没有 再等一等吧 安妮在一边 拿着手中的片子 一边面色凝重地 对周围 林宇 百里 栗阵生 赵忠吉等人说着 毕竟这种损伤 本来就是不可逆的 她的脑神经 能够愈合到这种程度 已经算是一种奇迹了 这个时候 安妮的手机电话 突然响起来 她掏出一看 见是卡尔文打来的 脸上顿时 闪过了一丝兴奋之色 急忙冲林宇 展示了一下屏幕 是不是萨拉娜里边 出了什么事 快 快进 林宇看到 卡尔文的电话之后 精神已震 急忙催促着 安妮快接 按照世界医疗工会 那边的说法 现在萨拉娜 还有一个星期 准确地说 还有六天 就要痊愈出院了 这就意味着 中西医第一阶段的交锋 已经到了白热化阶段 这一次 到底谁胜谁负 看的就是 萨拉娜 是否能够痊愈出院 而占据烈士地位的 林宇和中医 此时最害怕的 就是没有动静 没有消息 所以 如此关键时刻 卡尔文只要打电话来 多半就是利好 安妮也没有丝毫的犹豫 赶紧清了一下嗓子 将电话接起来 一接听便迫不及待地问 怎么样 卡尔文 有什么消息吗 安妮 我 我昨天晚上 把你给我的药碗 喂给了萨拉娜 电话那头 卡尔文的声音 有一些质疑说道 什么 你把药碗喂给萨拉娜了 安妮听到这话 猛得一惊 显然十分吃惊 她瞪大了眼睛 望了林宇一眼 一双闪亮亮的眼睛里 写满了惊喜 她没有想到这么快 这颗药碗就派上了用场 周围的众人 听到她这话之后 神情也是猛然一争 尤其是栗震生和赵中吉 两个人神情分外激动 不过没敢出声 竖着耳朵仔细地听起来 他们都知道 这颗药丸是林宇亲手研制出来的 喂的就是以防万一 能够在关键时刻 保住萨拉娜的性命 所以林宇就让安妮 把这颗药丸寄给卡尔文 让卡尔文在必要的时候 能够及时地喂给萨拉娜 现在卡尔文既然喂给了萨拉娜 那也就说明 萨拉娜出现了危急情况 这也就意味着 世界医疗工会的治疗是失败的 所以 栗震生赵中吉 这才如此激动 那效果如何 救活萨拉娜小姐了吗 安妮的声音急切 她问道 同时为了让周围的人 听清楚卡尔文的话 特地放了免提 就是救活了 不过 跟这颗药丸无关 电话那头 卡尔文的声音 低沉说道 跟药丸无关 在场的众人 几乎一瞬间 脸色大变 神情诧异 仿佛被人从头到脚 泼了一盆冷水 待立在原地 一时间不知所措 就连淋雨的脸色 也不由微微一变 眉头微微促起来 脸色忽明忽暗 似乎一时也不明所以了 什么 你 你的意思是说 这颗药丸 没有任何的作用 安妮也睁大了眼睛 眼中光芒闪动 无比震惊地反问道 她本来没想过 这药丸会起关键作用 但是没想到 竟然没起作用 安妮 这颗药丸 到底是哪儿来的 电话那头的卡尔文 没有回答安妮 反倒反问一句 接着叹息一声 声音凝重 这个药丸 不止对萨拉娜小姐的病情 没有任何的疗效 甚至还差点把 萨拉娜小姐给害死 不止没用 还差点把萨拉娜给害死 听到她这话 栗震生和赵忠吉等人 更加万分惊诧了 简直有一些 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安妮也同样不敢置信 心头蓬蓬快速地跳起来 身子骤然紧绷 显得极为紧张 忍不住忐忑地抬头望向林宇 听到卡尔文的话 林宇的眉头粗得更紧了 神情也越发严峻 不过她倒是十分沉得住气 始终没有吭声 安妮回过神来 急忙冲电话那头 卡尔文急声问道 卡尔文 你确定吗 你可千万别搞错了 安妮 事关萨拉娜小姐性命的事 我怎么敢搞错 事情是这样的 昨天深夜 萨拉娜小姐 突然出现了轻微的肾衰竭症状 几个医生就治了好一会儿 也没有起到明显的效果 我担心萨拉娜小姐的情况 只需恶化 危及生命 所以 就拿出了你事先给我的药丸 并且说服了主治医生 给萨拉娜小姐扶了下去 且 结果 说到这里 卡尔文不知道是不是故意地 特地停顿了一下 本集故事播讲完毕 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